在日常生活中 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 明明没有什么生存的压力 但是却总是感觉好像自己落后了 自己好像哪里都不如人 这也是曾经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 也是我近几年接触的人 他们向我咨询当中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 我把我和身边人他们这些困惑点集中在一起 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导致产生这样焦虑的一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闲聊 我就拿这两年跟我走得比较近的一个朋友 他曾经跟我一些过往当中的事情 我来说明这一点 他是已经结了婚 有车有房 还有孩子 工作也还算是比较稳定 他那段时间是因为想了解一下 易经的一些基本操作 所以经常来找我 时间久了 难免会聊一些个其他的话题 就在前两年吧 这个全市城中村又重新大筛大剑 正好他好几个同事家就是城中村的 他听说那几个同事 基本上每家都分了四套到五套的房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起 他买这个房子费了多大的劲 而他们什么都不用干 坐等着就有四五套房子进了账了 这以后收个租金比上班还强 然后他又说起他其他的同事 说是哪个哪个村的 那个村也准备要开发了 每家至少也能分三套 然后他就越说越上瘾了 就跟我说他什么同学呀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朋友啊 家怎么怎么回事 一开了就给分多少分多少 整个这一上午好像 他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话题 如果大家看了我上一集视频就知道了 我买的那个房子呢 一直没有交房 所以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啊 我心里边也是有一种的比较心理 说实话有点不太舒服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再次来找我的时候 除了谈完我们需要谈的一些正事以外 一闲下来又开始闲聊了 他就告诉我 他们老板换了什么什么车 同事们又买了什么新车 等等等等 然后他再一次来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们聊完正事以后吧 他就开始闲聊开了 他就跟我说 他同事换了个什么手机 那个买了个什么包 这个买了个什么电子产品 又说了一类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在居家看书 心思很少去拨动 但是我发现 只要每次他来找我的时候呢 我的心情都会波动一下 后来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谈完正事以后 找了个借口 早点就算了 在后来的几次出来啊 也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了 他就产生困惑了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歇一会儿聊一聊呢 我就直接告诉他了 因为你的心不清静 你学点东西可以 但是你想修心 你现在还是做不到的 当我说完这个话以后啊 他就特别有兴致的问我 那个修心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老是感觉最近啊 莫名的压力大了 感觉特别的紧张 容易产生焦虑 我就告诉他 你去做一件事情 等过了时间你再来找我交流下心得 你从现在回去以后 除了你老板的事情必须要做 同事的事情在工作上必须要交流 除此以外的事情一概不要去谈谈 不管是谁在那里头闲聊 以及你工作之外的要求你去吃饭 参加什么酒局 统统不要去 等过了时间你把你的心理感受告诉我 后来没几天啊 他就告诉我说老家有哥们要结婚了 说我要不要回去啊 然后他有一个什么朋友给他打电话聊心里边的事情 聊得特别的难过 他说他也不好意思挂 他说这可得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你之前那种状态挺好 你完全可以不要照我说的去做 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的状态很麻烦 已经出现问题了 那么你就听听我的 就这一段时间就好 大概过了半个月吧 有一天我路过他们公司 只好给他打个电话 看看他在干嘛 因为他这段时间没有跟我联系 他一听到我的电话特别高兴 于是就赶紧出来了 中午呢他请我在他们公司附近吃了顿饭 然后我就问他最近的这个心得问题 他说这段时间是严格按照我跟他说的那个要求去做的 他刚开始还不太适应 结果三五天以后就感觉这个状态也很不错 他说一周以后就觉得别的人真的是好麻烦 他说要是以前听见别人在那说悄悄话 或者在议论什么什么人的事情 他恨不得凑着耳朵得去听 他说现在看见这个情况扭着头就要走了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是非常的想听 但是听完以后都觉得心里边不太平静 他说现在根本就不想听 不听了反而心里边平静 我说那你知道为什么前几次 咱俩聊完正事了我就得赶紧走吧 他一听完这事以后就嘿嘿一笑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对易经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 他总是想让我给他推荐几本书 那种能够让心平静的 有关于自己思维的这些东西 后来有一回出来 他就说通过这段时间自己的变化 就感觉这些人真的很无聊 天天聊别人的这个聊别人的那个 他说为什么这件事明明能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人们还都愿意去做 我就跟他讲 这就像是喝酒 我们的第一次喝酒 那个味道一定是不好的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最后变成了酒鬼 没有酒甚至就不行了 而且很多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酒去 一定要喝呢 首先是他看到了别人都在喝 所以说他就给这种行为下了一个定义 这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呀 把喝酒和这个关系亲近还有热闹都给联系起来了 这样呢就变成了一种不用思维就自认为是正确和正常的这种行为习惯 这就像那种事情很多的人 只要他一闲下来不去说点别人的事情啊 就觉得索然无味 当你也是一个事情很多的人的时候啊 碰见这些人你就会觉得志同道合 碰见了知音 你现在的心变清静了以后啊 你再看这些人就会觉得难以忍受 这就像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 你让他去喝酒他会觉得难以下咽是一样的 这次聊完以后啊 我这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心里话 他说以前想学易经这一块啊 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看不见的方式 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说他现在才知道 人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内心的 从这以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啊 基本都是围绕着学问展开的 几乎不再聊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事 后来他告诉我呀 根据他对身边人的观察 他发现凡是那种平时容易发怒 情绪容易不好的 就是因为平时接触了太多的麻烦问题导致的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每天都有可能面临着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有很多都是我们不想去接受的 如果你不把你的心在平时荡空谈 当这些东西来临时 你怎么可能容得下呢 就像有一次我去保养车 那个老板跟他的伙计介绍 说这个人呢是有一点功夫的 那两个伙计看见我呢就问 怎么去做这功夫啊 我就告诉他们 把你所有没有用的事统统放下 不要听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静坐去静走都可以 他们就又问我 那万一有人找怎么办呀 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除了你的工作和你的家人 必须要联系的人之外 其他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 你把他们放下慢慢就静了 他说那还是担心有人联系不到他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毛病 总觉得自己很重要 总觉得总是有人需要自己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错觉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毛病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毛病